為了讓菲律賓的華僑子弟 更加瞭解中華文化及民俗技藝 每年僑委會都會應菲律賓華文學校的要求 林派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 到菲律賓教學 那麼今年共有五位老師前往菲律賓 其中劉文素老師教授民族舞蹈 民俗藝術老師則是由謝春華擔任 而在成果發表會上 吸引許多當地師生家長前往官場 不論是氣勢磅礡了雷鼓歡騰 強勁有力的鐵扇英姿 亦或是翩翩柔美的彩晶飛揚 學生們各個展現俐落身段 流暢的表演引起在場觀眾大聲叫好 為其一周的民族舞蹈教學成果豐碩 擔任此次海外文化巡迴教師的劉文素 對於學生們學習的熱情印象深刻 這邊的小孩子中文能力很不錯 他們也很熱情 小孩子常常會跟老師說 老師我愛你 然後男孩子也會講說 老師我們再一次再練一次 所以當我們的學生這麼的熱情表達 他們喜歡我們的文化的巡迴教學課程的時候 老師們都非常的有勁 大家知道學生的熱情反應是我們的一個教育的一個動力 這場民族舞蹈與民俗藝術教學成果展 由紀順市飛華中學校長李淑慧主持 他感謝喬委會每年東陵派豐富教學經驗的文化巡迴老師來菲律賓教學 讓紀順市飛華中學的師生受益良多 而擔任主兵的飛華文教服務中心主任游政才 也對紀順市飛華中學多年來積極推動傳揚中華文化 舉辦各項活動表示肯定與讚揚 我代表我們學校向喬委會多年來一直為這個海外新船工作 尤其是文化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麼今天得到這樣的成果 我們的師生全校的師生都感到非常高興 我們希望喬委會繼續支持這樣子的活動 謝謝喬委會 隨後由台灣資深教師謝春華所指導的民俗藝術成果展 在李淑慧校長 游政才主任 劉文素老師與謝春華老師等人剪彩下展開 藉由學習製作念面人 編結 簡直等民俗藝術作品 讓這些海外學子對傳統中華文化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很高興來這邊 然後有機會看著孩子在中華傳統文化裡面學習 他是普世都受肯定的 因為傳統文化裡面有他的傳統的智慧 孩子接觸的時候也接觸了他傳統文化裡面的精神 所以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兩位老師的教學讓我們在菲律賓的同學們 可以體認到台灣多元文化之美 在整個成果發展的過程裡面發現小孩子們 特別喜歡台灣多元文化 我們也希望未來有更多的老師一起來投入 我們這個海外文化教學 讓我們海外更多的子弟們認識台灣 喜歡台灣 甚至以後有機會到台灣來念書 歡迎各位 最後李淑慧校長與游政才主任 也頒贈感謝狀給劉文素與謝春華兩位老師 感謝他們為推動海外華文教育所做的付出與貢獻 台灣宏觀電視王永昕菲律賓季順士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